福寿梨山清新乌龙 大家好 这里是综艺茶室 今天我们就来试喝测评一下中国台湾的高山茶 梨山就是茶叶的原产地的名字叫做梨山 清新乌龙就是它品名叫清新乌龙 也就是它品种的名字叫清新乌龙茶 昨天晚上有个茶友跟我聊了半小时 他说原先都是喝台湾高山乌龙茶 现在不喝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最近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所以不喝台湾高山乌龙茶了 改喝彰品水仙替代 听到这句话 我个人感觉是比较欣慰的 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稍微有点力量的话 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去支持去爱国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 其实在大陆内的很多台湾茶都是假的 虽然我拿不出证据或者是拿不出数据 但是这是行业内的秘密 其实很少人去说这个 我多说的话肯定会去得罪同行的 但是我尽量提醒大家 尽量少买台湾的茶叶 因为真的很多台湾的茶叶都是我们大陆 特别是福建这边的厂家厂商生产的 怎么说呢 说假冒也好 说模仿也好 或者是仿制也好 反正很多台湾高山茶在大陆销售 在网上销售 包括全球购 在你们在全球购上购买的很多台湾茶 真的很多都是福建生产的 那今天我们要试喝的这款是梨山茶 梨山茶是非常的有名 但是这款梨山茶颗粒偏小 我不知道颗粒偏小的属于品质好还是品质差 反正我从朋友那边抠来的吧 因为这种茶说实话价位非常的贵 自己叫我花钱去买我是非常不舍得的 这款梨山茶它带梗偏少一点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以前我接触到台湾茶 大部分台湾茶都是带梗偏多的 头料的话差不多是6克左右 应该就够了吧 反正五六克自己喝也无所谓 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喝台湾茶真的非常的迷人 那时候好像就是喝梨山茶 真的超级好喝 梨山茶给我的第一次印象 真的跟初恋一样太美好了 但是好多年后再回头喝梨山茶 也不知道是品种不对 还是说假的太多了 再也没喝到过第一次那种感觉 梨山茶给我的印象是 第一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 第二就是梨山茶当中 掺杂了一点奶香跟桂花香 这种香是非常的迷人的 不知道我们今天喝的这一款 有没有带这种香 我们来看一下条形 从条形上来看 应该是跟我们安息铁观音是非常的相近的 然后它的叶片不像安息铁观音 因为安息铁观音的话 它叶片偏厚偏大 但它台湾茶 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叶片 非常的小 还不到我一个中指那么大 可能是这款采的叶跟芽比较嫩一点 还是说它品质偏好一点 这么小的叶片 如果像我们安息铁观音的话 它叶片起码有这么大 这么大一片 再来看一下茶汤 茶汤颜色跟我们大陆的清香型 乌龙茶颜色非常相近 甚至说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它工艺跟安息铁观音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它做法是偏轻一点 我们好的安息铁观音 它做的工艺就是偏正一点 就是白水观音是代表 或者说是最好的 他们台湾茶就是做的工艺都是偏轻一点 所以他们颜色做出来比较深一点 我刚刚闻了一下茶底的味道 还是非常的正的 味道还是有奶香的 非常明显的奶香 然后悠悠的兰花香非常的正点 再来喝一下 就是这个味道真的 我当年喝十年前左右 当年喝黎山高山乌龙茶的时候 就是这个味道 它有悠悠的兰花香 然后它回甘非常的强烈 差不多五秒到八秒以后 它的口水会不自然的分泌出来 太香了太香了 这个茶真的很难以让人拒绝 特别是第一次喝它的同学 再说一下台湾茶的知识 在我们大陆境内所有的茶叶 只要超过500米的或者是800米的 就属于非常高的海拔了 但是在台湾的话 500米800米这不属于高海拔 它们的海拔是1000米以上才属于高海拔 或者说它们大部分的好茶都是出自于什么800米以上 这个在我们大陆产区 茶叶产区很难以想象的 我们的800米就已经非常高了 它们的800米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它们高山出好茶 可能也因为它们海拔高 所以它们采摘成本高 人工成本高 或者是它们茶叶的质量 茶青的质量会更好一点 可能也有这种说法 导致它们的销售的价格 或者是它们的成本会偏高很多